與我斷交才兩天 不僅納法所玄疾與大陸簽署聯合公報 蔡政府決定不再忍讓 嚴審大陸參訪團開出第一槍 十位參加海峽百姓論團官員 來台申請遭拒 大陸國台辦反批 是走回頭路不得人心 誰是真正充滿了自信 在修橋鋪路 開放交流 誰卻內心醉醉不安 一方面在駐高牆 一方面在修大壩 在搞閉關鎖島的這樣一個舉動 我想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對於大陸以金錢外交 打壓我國際空間的說法 大陸駁斥是無中生有 以己之心度人之父 並強調一個政黨 應該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當作奮鬥目標 而不是空喊愛台灣 島內現在的一個無色覺醒的現象 像在面對的島內現在藍綠的 這樣一個惡鬥和對立 有些島內的輿論也認為 應該讓國民黨民進黨和共產黨 一起來比賽誰更加愛台灣 這樣的話能夠讓老百姓 能夠有更多的選擇 究竟雙城論壇今年辦不辦得成 大陸國台辦沒有把話說死 只強調只要對於城市交流 保持正確的認知 他們的態度跟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至於國共論壇的部分呢 則是強調和國民黨是保持順暢良好的溝通 以上是記者李宗洋齊號 我們在北京的採訪報導